籃球场上脚尖的伸手 双方为争夺得分 你来我往 步不退让 让四围杯篮球赛更有看头 为提升全民运动风气 培养全民运动习惯 新北市篮球竞技促进会举办篮球赛 邀请各地好手组队参加 用篮球以球会友 认识更多喜欢打球的好朋友 我们都是板桥的人 所以他们都一直在要求我说 可以办这个活动 然后我就请教刘一言 刘一言说没关系 这个好事情 非常非常的好 这次参加比赛队伍 分别有四围联盟 中山联盟 新浦联盟及海山分局 每个联盟的成员 共同点示都有着超强的拼劲 在球场上挥洒汗水 展现运动活力 也吸引民众到场观赛 其中新北市议员刘美帆 观看比赛时表示 运动好处多 尤其国人喜欢篮球竞赛 类似的活动应该多多举办 我觉得其实蛮有意义的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 打篮球好像都有年龄上的限制 可是像我阿伯 他打到六十几岁 还继续在打 然后我虽然有的时候 家人有点担心 希望可以说去推广篮球活动 然后健康的运动 然后让大家能够持续来参与 篮球赛成绩出炉 由四围联盟 中山联盟 海山分局和新浦联盟 分别取得四强 另外篮球这项 挥洒热情汗水的休闲活动 透过竞赛 不只有以球会友团队 合作精神的展现 也能够强化参与者的抗压能力 带给大家打球之外更多的收获 数位天空新闻板桥报导